第二百二十六集 白珍珍惜了些鼻子 那我可以点菜吗 她失笑 可以 小姑娘终于破涕微笑 好 那以后我白天在医馆 傍晚忙完了就到身王府来写案子 她点头 晚膳就在这里用 爱吃什么 我都会叫人给你背着 她细滋滋的 心里说不出的甜蜜 那我回去了 话里还有点舍不得 红了腕子的手还搭在车窗外 时不时地晃悠两下 像是有所期待 终于 她抬起手望那处红痕上轻轻握了去 眼里有着深深的自责 她赶紧说 不疼了 我没有多怕疼 不怕疼还哭 她随口说了这么一句 又把白珍珍说了个大红脸 她却又叹了一声 知道你哭是因为委屈 以后不会再让你受委屈就是 回去吧 路上小心 她松开手 后退两步 你穿红裙子很好看 明日宫宴就还这样穿吧 马车终于走远 白珍珍坐在车厢里 小脸蛋红扑扑扑的 小鹅掀了窗帘告诉她 九殿下还站在云地看小姐呢 她赶紧探出头去 果然看到那个冷血阎王还站在府门口 于是伸出手冲她挥了回 她一冲着她挥了回手 直到马车拐了弯 再看不见 王府里的总管都是太监 慎王府里的管事太监姓柯 已经年过五十了 是从小看着九十两位皇子长大的 伺候过他们的生母 大从九皇子吩咐立宅就跟着出了宫 一直留在慎王府管事 眼下见自己从小看到大的皇子 似乎有了重义的姑娘 她心里实在高兴 人人都说九皇子是冷血的阎王 空长了一副好样貌 却对女子没有丝毫兴趣 她原本不信 可是眼瞅着九皇子一天天长大 这座慎王府还是冷冷清清的 曾有女子想爬她的床 还被扒了皮 这就让她开始担忧了 直到如今见到白珍珍 柯公公才明白 原来不是阎王不尽女色 而是没有碰上合适的人 殿下您看 是不是要新招几个厨子入府来 柯公公考虑得很周全 殿下从前对膳食不是很挑剔 咱们府上的厨子 会做的花样就不太多 怕四小姐不爱吃呢 君木厨点了点头 找吧 找好的 实在不行 让御膳房那边送两个过来 柯公公很高兴 奴才这就去办 府里就快有女主人了 这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她忙着去办差 还悄悄告诉府中下人 往后见了白家四小姐 都得好生招待着 要像对未来的王妃一样好 沈王府上上下下都很开心 傍晚时分 白鹤染从国一堂出来 坐车回府 这次去是为了感谢夏阳秋 送了宋石到金生阁 他出手也很大方 几个古方几套针法传下去 乐得夏阳秋直说 看上了国一堂的哪个大夫随便挑 都挑走才好 可他用不了那些人 也不会用太多国一堂 培养起来的人 他要建立的是自己的势力 他希望跟在自己身边的人 是从一张白纸起 就由他亲手慢慢书画而成 如此方能安心 太阳渐渐落下西山 就在只剩一抹余晖之际 上都城的街道上 突然热闹起来 沐宇掀开车帘子 瞅了一会儿 回过头来捅他说 小姐 是罗叶国使臣进京了 他一愣 这会儿才进京 原以为白天人就已经到了 却没想到静托至这个时辰 他一边说一边掀了车窗帘子 抬头看看天色 夕阳最后一抹余晖也要落尽 天眼看就要全黑了 街道上人很多 因为驿馆刚好在这条路上 每逢年节有使臣入京 除非皇上特许留在宫中 否则都会选择在驿馆落脚 想来这次罗叶国也不例外 故而想驿官翻国风采的人们 都挤到了这条街道上 等着看罗叶国车马 打此地经过 墨宇问他 小姐 咱们要不要换条路 一会儿使臣经过时 还要避让 可是麻烦 白鹤然摇头 不换了 咱们也停下来等等 我对那罗叶国 也有些好奇 听他这样说 墨宇立即吩咐车夫将马车停下 主动让到了路边 等了没多一会儿 就听后面有车马声音传入而来 外面还有百姓在说 看 是罗叶国的使臣到了 墨宇将窗帘掀起 白鹤然的目光悠悠地递了出去 这一行人员不少 粗略扫一眼 也有十五六个人 有骑马的 有乘马车的 有侍卫打扮的 也有官员伴向的 这都不算出奇 就是其中有辆马车 与他所在的地方交错而过时 他的鼻子动了动 一股淡淡的脂粉气 钻入鼻息 让他不由自主地 皱了皱眉 墨宇留意到 他这个细微的小动作 于是小声问了句 小姐可是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 白鹤然摇摇头 倒也没什么不对之处 只是在想 这罗叶国带了个女子来到东晴 却不知那女子也算是罪共之一 还是另外有别的打算 有女子吗 墨宇的鼻子没有他那般灵敏 马车车厢又挡得严实 自然是不知道还有女子同行 但他一向相信 这家主子的判断 白鹤然说有 那就一定是有 于是也跟着皱起眉来 还分析着道 藩国与大国之间 一向有和亲的传统 如果真带了女子来 说不定就是那罗叶国的某位公主 想要送到东晴来和亲的 如今皇上年事已高 怕到头来 这和亲之事 还是要落到皇子殿下们的头上 他说到这里顿了顿 再看看白鹤然 赶紧又安慰说 小姐千万别多想 奴婢也只是猜测 况且 就算这个亲事由皇子来和 史殿下也肯定是不干的 依着史殿下那个性子 他不答应的是 没人能强迫得了他 白鹤然一愣 这才明白墨宇是以为 他在担心君木林 会被点名和亲 不由得苦笑了一下 我没担心这个 你说得对 依着他那个性子 谁也强迫不了他 他再瞅了一会儿 罗叶国那些人 只见马车 直接从大门进了驿馆 没有人在驿馆门前下马 更没有人在门前下车 他想仔细瞅瞅 那个车里的女人是什么人 却始终没有机会 如果是和亲 倒还没有那样麻烦了 白鹤然 我只看了一会儿 只怕来的是不该来的人 说到这儿 目光下意识地往人群里 瞥了过去 却在这一瞥间 看到了此刻 最不愿看到的一个人 小姐姐去哪儿 白鹤然的突然起身 把墨宇给吓了一跳 刚刚还好好地坐着说话 这怎么说下车 就要下车了呢 他急忙也要跟着一起下去 却听白鹤然扔下一句 在车里待着 不要跟着我 墨宇立即停住脚 听话地留在了车厢里 只不放心地嘱咐了句 小姐万事小心 白鹤然当然知道 要万事小心 罗叶国使臣 虽已入了驿馆 但外头还是留着 两个罗叶侍卫 跟守着驿馆的官兵 站在一处 正警惕地盯着驿馆 四周的百姓 目光还时不时 壮丝无意地 往人群里挤扫一下 他看得出 那是在寻人 寻一个很有可能 潜藏在人堆里的人 他小心地避过 罗叶国眼目 往一个布庄的拐角处 走了去 很快就站到了 一个人的面前 那人全神贯注 看下驿馆 并没留意到 有人朝自己走过来 直到白鹤然突然出现 方才有所反应 先是易经 随即也松了口气 是你 他的声音里 带着极度悲伤 只两个字 就能将那种 欺辱干脾的情绪 传递向四周 连带着 让站在他对面的女子 都跟着 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四殿下 白鹤然也莫名地 跟着南国 你不该到这里来的 这人正是 四皇子君穆夕 听着白鹤然的话 他张了张嘴 似有许多话想说 最终却只得一句 本王只是 远远地看上一眼 殿下看到什么了 他转过山来 与君穆夕并肩而战 罗叶国的侍卫骑马 官员乘车 车厢挡得严严实实 有什么可看的 君穆夕苦笑一下 如果你真认为 没什么可看的 也就不回忆 发现本王在这里 就紧张地 立即跑过来 他低头看她 这个小姑娘 穿着一身淡紫色的长裙 发上插着 千年寒冰制成的发簪 那发簪上 淡淡地散着寒雾 在日头刚落山的这一刻 显得愈发地冷 他曾经也想过 给苏化碗用千年寒冰 打一枚发簪 可惜没能来得及 殿下是听说了什么吗 他问君穆夕 方国来了些什么人 朝廷应该有些消息吧 君穆夕点点头 有些消息 但并不完整 只知道 来人中有一位王爷 是当今罗叶国君的胞弟 另外 还有两名臣子 一名独一 其余一概不知 那殿下为何要到这里来 他抬头看他 如果是要以皇子之尊 去迎接那罗叶国的王爷 大可以光明正大出现迎接 虽然臣女并不认为 那区区罗叶的王爷 受得起我东前皇子的亲子迎接 但毕竟他们是客 我们是主 表示一下礼貌 也算是说得过去的 只是殿下却悄悄地藏在这个角落里 臣女就不明白是何用意了 君穆夕只觉得十分无奈 你明明知道我心中所想 为何还要一再追问 他一轻轻叹息 因为我想确定 我的猜测是不是对的 也想劝四殿下一句 今时不同往日 就算他真的回来了 也再不是当年苏家的嫡小姐 而是那罗叶国君的宠妃 他一边说一边 又朝着驿馆望去 半赏实话实说 方才罗叶的车马 与我擦肩而过时 我闻到一辆车里 传来淡淡的胭脂味道 我的婢女分析说 是罗叶带来了和亲的公主 可是我却不认为 坐在那辆车里的人是公主 对此四殿下怎么看 君穆夕的情绪 有了明显的起伏 甚至脚步都不受控制地 往前迈了去 却被白赫然一把 又给拉了回来 殿下若是这时候冲进去 我也就白来这一趟了 你也知是他回来了 对不对 君穆夕的声音里都带着颤抖 垂眼低眉间 是眼不去的额醋心痛 阿然 你也确定 那车里坐着的人 就是化弯 对不对 白赫然摇头 我不确定 我没有见过那位苏家姐姐 自然也无法确定是不是她 那只是一种直觉 直觉告诉我 这一支来我东秦朝贡的 裸叶队伍 绝非我们所见所闻那样简单 她看向君穆 平静地问她 如果那车里坐着的人 真的是苏家姐姐 裸叶国君又怎么可能 将自己的宠妃交给自己的弟弟 让他二人同行 这么远的路 我可是听说 裸叶国上一任国君 还在事实 就曾发生过后宫非评 跟皇亲有染之事 所以你的意思 是在告诉本王 那车里坐着的 不会是花弯 她神情失落 悲伤又起 可这一次 白赫然却意外地摇了头 她告诉君穆夕 不 我的意思是 车里头坐着的人 很有可能是苏家姐姐 但王爷 却有可能不是王爷 君穆夕明白了 你是说 罗野国君亲自来了 她点头 不排除这种可能 所以臣女此番前来 是想提醒四殿下 儿女情长固然不能少 但江山社稷更应为重 还望殿下能顾全大局 她说完 朝君穆夕失了一礼 而后转身离开 各位听友 我是主播明灵 这次我的角色 是白家老太太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 老身在此谢过了 这次我会还认为 这个是白家老太太 我会认为 是白家老太太 快猛路 喜爱那么多 我们认为